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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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曾經在這個《資本論》的序言裡面就說 他說這個 政治經濟學啊 那是英國人的獨創的東西 他說這個 德國人啊 他是沒有自己的 就是不可能有原創性的 但是德国人有一点在政治经济学上里面 它是有作为的 这个作为是什么 就是说它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 改造为一种新的哲学 改造出一种新的哲学 就是说它可以把它的哲学重新提升起来 因为德国人是一个哲学的民族 它善于思辨的民族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里面 这个途径是英国人达不到的 而德国人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强调我们在这强调什么 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意义 产生的意义 就是它的哲学意义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思想来源 第三个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呢 它和古典政治经济学 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它们的研究方向是不同的 这个我们说古典政治学 它是研究的经济问题 而这个空想社会主义呢 它探讨的是社会变革的问题 探讨社会变革的问题 它们都具有批判性 但是它的批判性是不同的 它们的批判对象是不同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 它的批判对象 它所对准的是什么 封建主义的现象和观念 就是它对准的是封建主义的现象和观念 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 它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不平等现象 所以通过研究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就找到了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现实途经 找到了这个研究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途经 并且用历史发展的眼光 看待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未来发展 如果说古典政治学给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当下的理解 那么空想社会主义给了马克思一个启示 对未来的一个构想 对未来的一个理解 就当从当下的这个现实怎么走向未来 怎么来扬弃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内在矛盾 它的一个途径是什么 所以这就形成了马克思 它的哲学不是一个面向过去的 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 面向未来 总是要从这个现在的这个矛盾当中 发现它的未来社会的这样一个基础 和它的这样一个形态 它这样一个形态形成的可能性 当然如果我们说了 从这个社会主义学说 这个本身的意义而言 社会主义学说本身的意义而言 这个我们讲了 它是对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就是如果马克思哲学 它是探讨希望问题的 探讨未来的话 那么这是属于 包括它对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批判态度 那么它都来源于 这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 就像我们刚才讲政治经学一样 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 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 改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 它经历了一个哲学世界观的变革 经历了一个哲学世界观的变革 也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的 就是说社会主义变成科学 是由于两大发现 一个是唯无史观的发现 一个是通过生云价值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 由于这两大发现 所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那也就是说 它经过了哲学世界观的一个变革 然后才从空想走向了科学 走向了科学 这个我们讲的一样了 就是说马克思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待 这个古典经济学 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 他不是简单地继承他们的观念 而同时包含有他们的批判性 是从他们的这个合理性当中 从对他们的批判性的研究当中 找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 哲学的一个经验的基础 哲学经验的基础 这是我们强调的马克思学说 他的这个思想的经验基础的 这样一个资源 这样一个资源 除此以外呢 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 他还研究了历史学 历史哲学和人类学 马克思在创立维吾史观的时候 研究了当时的历史学 有关欧洲古代史 中世纪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资料 研究了普皮时期 法国历史学家的思想 吸取了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 以及关于财产的关系 是阶级斗争的基础的观点 这个是对这个普皮时期 他的历史学家的研究 当时马克思研究了很多 研究很多 以至他后来这个说 这个他的发现 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 他是法国普皮时期的 这个思想家都已经讲了 那么我的贡献是什么 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就这个思想是属于我的 阶级斗争的观点 是属于这个普皮时期思想家的 所以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个地方 这个研究这个普皮时期的 这个法国历史学家的思想 对他的这个维吾史观的形成 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这是这一个 另外呢 他还研究了当时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 就是马克思当时充分的吸收了 维科的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观点 维科的观点 就是当时的历史哲学 他们的兴起 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如果说这个 当时马克思也很注重 这个启蒙时期的哲学家 18世纪的这个 法国唯物主义的研究 那么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 他在开展研究的时候 就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他们强调什么 强调理性 就是说所有的事物 人的理性 都要放到理性的尺度上 来进行批判 他对17世纪的批判 17世纪的哲学批判是什么呢 去建立这个能的经验的感性的 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这样一个基础 他找不到 所以当他们说 这个机器 能是机器的时候 实际上他还是用这个 科学的方法 自然科学的方法 自然科学的理性 来说明能的问题 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维科 维科也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 但是呢 他却扬弃了启蒙思潮的 这个提出的这样一个 这个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缺陷 就是不能够用这个 笛卡尔的或者 这个简单的 这个认识认的17世纪的哲学 来解决18世纪的这个感性能的 自由的这样一些问题 他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理性 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的哲学 从科学理性啊 从科学理性 转向了历史理性 建立了一个历史的哲学 他提出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 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 所以人呢 只能从他自身创造的当中 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基础 这个维科提出的这样很多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 马克思是继承了他的思想 他曾经呢 还批评其他的人啊 他 马克思受维科的思想 你想可以说 他是非常深的啊 他曾经那个批评拿撒尔 说你的那个著作里面呢 看你写的这个历史东西啊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读过维科的书 他说你就没有读过维科的书 他说这个维科的书呢 他有些版本是不好的 比方说这个 他写的这个 他在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这个版呢 他说那个写的这个文字呢 是一个地方上的 他说很难懂 他说我介绍你去读那个法文版 他说我介绍你去读法文版 这个版本是比较好读的 说明马克思当时啊 不仅研究了维科 而且连他的版本都做 看过很多版本 看到很多版本 对他做了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这样一个研究 马克思从维科里面 他不是说习取的像法国扶费时期思想家 习取的具体的观点 而是如何建构历史理性的问题 这个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以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所要建立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他的哲学当中消除宗教 能够形成自己的哲学 他的唯物史观的全部根基 就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历史理性 使这个哲学发生了变革 所以他哲学变革的意义 不是在个别的范畴上 不是在个别的概念上 而是在人类理性的重构上 哲学理性的重构上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呢 是和他研究历史哲学 特别是维科的哲学呢 他是相联系的 他是相联系的 到了晚年 马克思还研究了 刚刚兴起的人类学 利用人类学提供的资料 考察了西方私有制的产生演变 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 在这个里面呢 他特别啊 以这个世界历史的观点 来研究了东方社会的前景 也就是说从人类学的角度啊 从人类学的资料里面 来研究了这个东方社会的 这样一个前景问题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如果说 他们他和恩格斯早期 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 对这个社会历史的说明 社会形态的根据 就是采用了很多经济学的 这样一个观点 包括他具有经济学的视角 那么到了晚年 通过人类学的角度呢 他们又在这个里面呢 补充了人类学的视角 补充了人类学的视角 所以到了晚年呢 很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 比方说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 就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就探讨了这个家庭的问题 就是它不仅仅是从这个生产 能不能的物质生产 讲能不能的物质生产 对社会的决定作用 这个是什么呢 是经济学的观点 是吧 是经济学的观点 但是呢 探讨家庭的起源 对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呢 这是人类学的观点 这是人类学的观点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到晚年 虽然他也用了这个 讲生产关系 生产力 生产关系 这个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个变革 能不能的物质生产 是主要的 是主要的 它会转变的 但是呢 他毕竟在考察这个 物质生产 占主导地位之前 这个家庭的起源 它是怎么从家庭里面分化出来的 这个是运用了人类学的观点 运用人类学观点 如果不运用人类学的观点 他们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私有制的这样一个 起源问题的这样一个探讨 这样一个探讨 所以这个到了晚年的时候 就是东方 就是对这个人类学的研究呢 也对马克思的 恩格斯的思想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思想的影响 有了思想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自由和人的历史创造的说明上 大大的超越了当时的理性主义哲学 尤其是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哲学 这就表明研究历史学 历史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 新维吾族学说的十分重要的一环 十分重要的一环 这是他的第四个思想来源 我们看一看他的第五个思想来源 就是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是细胞的发现 一个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理的发现 还有一个生物进化的发现 那么这个三大发现呢 它的这个主要的观点是什么 它提供的这个科学的观点是什么 提供了一个我们说 一个自然科学的有机整体观 这个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 力学物理学几何学是不同的 那样一些科学 它们是分门别类的 按照恩格斯说法 它们是分门别类的 是一种分析性的 而不是有机整体的 而这三大科学呢 它所形成的是有机整体观 那么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观呢 对于马克思的辨证法的思维形式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 就是借助于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观 提出了它的自然辨证法 提出了自然辨证法 提出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辨证法形式 所以马克思的恩格斯的辨证法 如果说它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现代社会的有机整体观 自然科学当中的社会有机整体观 它是以这个为接触的 不是以这个前期的科学 所以恩格斯在这个 它的这个自然辨证法里面 把科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分类 做了一个分类 说早前面的在这个之前的科学 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特别强调 这个对这个形成形而上学思维的 这样一个意义 以及现代哲学 它的辨证思维的形式 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在讲恩格斯的 自然辨证法的时候 我们会充分展示 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观 对于马克思的辨证思维 形式的影响 像这样一个思维的 不仅仅影响了西方思想的发展 也影响了东方思想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这个 在20世纪初 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 包括在科学领域里面 哲学领域里面 都是接受的西方的有机整体观 而不是接受的这样一个 分析哲学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力学物理学的 这样一个分析的思想 而是从这个有机整体观 来理解我们社会 包括这个李大钊 他在讲维吾史观的时候 他就借鉴到这个维科的 维科的这样 因为他是教授历史的 历史学的教授 他就接受了这个维科的思想 同时用这个有机整体观 来分析马克思的维吾史观 维吾史观 你们可以看到 他不同的这个思想资源 他的辩证形式不同 他对一个问题的解答 他也是不同的 他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是强调 这个自然科学的有机整体观 是马克思恩克斯 建立他们的辩证法的 一个基本的思维形式 第二个对他的影响 就是在这一个时期 这个科学 已经在随着这个机器生产 它逐渐什么 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 独立的部门 原来这个科学 只是科学家的业余爱好 那个皇家学会 自动走成了一个松散的机体 但是随着这个科学技术 在生产里的应用 使科学 自然科学成了一个部门 因为我生产需要它 我需要发展它 我要这个生产 要把这个科学的成果 运用到我的生产里面去 我需要这个部门 所以它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一个部门 成了一个职业 科学家成了一个职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科学所带来的这个社会运用 就是由于它这个生产运用 所对人类历史的变革的意义 呈现出来了 那么这个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首先看到的 就是当时其他的思想家 还局限在科学 就是自然科学的革命 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就是对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生产运用 以及每一个自然科学发展 以及它对生产当中的运用 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 把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紧密的联系起来考察 既肯定了工业 是展示人的本质的力量 同时也批判了工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 异化劳动形态 那么通过对工业的这样一种考察 对工业的考察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 无产阶级其解放的前景 强调了社会革命 对于无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意义 那么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探讨人类历史规律上 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和空想主义 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根本点 那么从这样一些分析当中 从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 资源的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 创造有他广阔的思想背景 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他们的这个新维吾主义学说 充分吸收了当时欧洲思想运动的成果 尤其是德国思想运动的成果 运用了当时的哲学 自然科学 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学说 以及历史学 人类学的资料 所以特别还研究了 包括机器生产 工业的发展 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 当他们把所有的这样一些资源 他们的思想来源 把它融到他的哲学的时候 他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 这样一个新的哲学 就是除了他们的思想以外 包括一个什么 把现实社会的变革 作为他们哲学的一部分 所以他从机器生产 从工业的研究当中 活得了找到一个变革社会的 变革现成社会的一个现实的力量 一个现实的力量 所以当资产阶级思想家 就是人类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重新来反思这个世界 对二十世界人类历史变化的时候 把它开口为两个 两个 就是说一个是理睬的思想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么理睬如果说 仅仅是思想上的变革的话 那么马克思哲学 不仅带来了能类思想的变革 而且还通过它的 无产阶级功能运动 产生了现实的变革 形成了对社会的一种现实的变革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 它的一个现实意 也是它不同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也不同于实证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主体思路